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我的上一個電光超人的影片 又被變成不能留言了 那你們有發現我這幾天 一直在試著去 看看揣摩一下到底 Youtube是怎麼樣去做一個審核的機制 看來跟我想的 好像又有點不一樣 沒關係啦 算了啦 如果真的被變成不能留言的頻道就算了 OK 那今天呢 來跟各位介紹的東西就是這一款 作為一個 韓國的泡菜行李大 這款機甲超獸王 系列的雷霆斯王 雷霆斯王三大萊嘎 當然它有一個像這樣子的 說明書 其實它寫的就是肉肉等等 你根本看不太懂 一整張這樣子 當然是為了應付小孩子 所以它的東西寫的非常多 正反都有 但是一樣老話一句 與其看說明書你不如看我變 寫的真的非常的清楚 但是看我變我講更清楚 OK 我們先把鏡頭拉高一點 OK 那繼續進入這款三大萊嘎的介紹 三大萊嘎就是由 本體左右 三個東西來做一個連結 那當然本體本身呢 它不具備任何可以變成 動物的一個造型的功能 其實這一款的獅子 你看這個本體就跟 各位之前看過那款機甲超獸王的 那個獅王 紅獅王這款就是紅獅王變成 本體時候的一個造型 但是呢 為了遷就變形 所以要把紅獅王變成了 不可變形的一個本體零件 當然啦為了 做到一個三變的一個遷就 韓國玩具差不多都是這樣 沒辦法 只能像這個樣子 不過沒有關係 那一樣啦 我們先從本體開始介紹 本體呢 一樣有分前面跟後面這塊 像盾牌的東西 這個要先拿起來 裡面你會看到有很多像這個東西 有一個像頭盔的 這個是作為一個 合體時候的一個 頭盔的零件 然後跟左右這個是作為一個 變成獅子或老虎時候的一個 尾巴的 老虎跟 爆的時候的尾巴的一個零件 這樣子 然後它是可以完整的收納在這個裡面 然後呢 本體如果你把那塊拆起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的是像這樣子 這就是01 就是那一款 紅獅王 然後跟 01之2 01之1跟01之2 這款爆跟老虎 那當然帶上去就是薩架 薩架的大合體 看到沒有 它這個大合體的圖繪 當然本體它本身 除了變形成本體之外呢 它沒有任何的功能 最多就是多一個聲光效果 這邊各位聽一下 還沒有合體之前的聲光 這是機甲超瘦王的主題曲的開頭 然後跟 合體之前的一個它會爆出它的名字 合體成Sandarai Ga的時候的樣子 然後 在還沒合體之前就是三個音效嘛 然後合體之後就是各位聽 合體之後呢我們答載給各位聽 本體 搞搞 有聲光效果這個其實可以騙小孩子 然後重要的是它的變形結構在這個 01之1跟01之2 那01之1跟01之2的變形呢 其實都一模一樣 所謂 那我們就不落車的 直接來進入它的玩具的變形吧 首先 這邊有兩個很小很小的小卡扣把它拔起來 之後呢 這裡整個做一個翻轉 然後一樣是使用齒輪結構 所謂卡卡扣 很爽的 然後這邊 圖騰的這個地方呢 把它旋轉 這裡翻出來 卡卡兩聲有沒有 就是它的關節固定的地方 它就會變這樣穩穩的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齁 再翻一次 卡卡 兩格 卡出來之後呢把它翻好 然後這邊呢左右 把它稍微翻開 因為這邊有兩個卡扣 是剛好扣在這個頭部的這邊 看到沒有 很小很小的兩個小卡扣 解開之後呢 整個這塊零件把它向後翻到這個位置 到這個位置之後 它就變成像這個樣子 這裡把它翻出來 翻出來 那這樣子呢 它的一個獸王的模式呢 這塊老虎就會變形完成 那當然你說沒有尾巴嘛 尾巴就在這邊嘛 當然 紅色配紅色 藍色配藍色 紅配綠狗臭屁 來來給它放下去 尾巴這邊 給它倒下去 這邊應該是沒有分什麼左右 不過 看你怎麼裝比較順 裝下去之後呢 這個尾巴的地方是可以有 一、二、三 三個地方可以活動的 活動關節 那變成 老虎時候呢 就是長這個 像這個樣子 老虎的臉 頭上有一個老虎的斑紋 當然像不像 就看你個人 個人是覺得 算了還蠻有感覺的 以一個兒童玩具來說 就差不多了 這樣就好 你當然不能指望它有多好 抱歉這邊是一節要往後壓 剛剛跟各位講錯 這節要往後壓 這邊看到有一個孔 這邊一個插槽是要對應到它這個孔裡面 組下去之後呢 它這邊就會 你會覺得它頭就不會那麼感覺很突出 這塊就好像不會很貼近這樣子 那這樣才是一個正確的變形方式 轉下來像這樣子 這是一個老虎的一個造型 當然它另外一款爆雷 爆的變形跟老虎的變形呢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一樣 把它拆開之後這裡做一個旋轉 一樣把爆的腳伸出來 這邊兩隻其實都一樣 其實啦 到這邊我搖搖搖的就好了 但是為了這片壓平的重度 我們就不要搖搖了 一樣這邊把它拉到這裡 這個卡扣對應到這邊這個凹孔 給它組下去 兩隻腳就翻出來了嘛對不對 然後這邊把它翻出來 像這樣子 好 那這款爆的造型呢 就變形完成了 希望各位看到這個樣子 一樣齁 尾巴 在這個裡面 把它拿出來 一樣 藍色配藍色 紅色配紅色 屁股把它倒下去 好 OK 那這款呢 雷霆斯王的 兩個補充配件呢 就變形完成了 那當然 兩個使用的變形結構幾乎是同模的 差別在於這個腹部這個地方 跟頭部整個改模 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角色 當然啦 有一點點雷同 可是基本上你這樣仔細看 才會知道它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那當然 一樣身上就有分01-1 跟01-2的一個Mark 那變形之後的可動度呢 其實兩隻都一樣 我們就抓一隻來介紹就好了 頭當然是沒有辦法左右旋轉的 但你可以 它就沒辦法轉了 嘴巴是可以像這樣開合的 開合沒有問題 眼睛是用一個透明的零件 這個很酷 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腳的地方呢 是可以做到一個前後踢腿 沒有問題的 這一節關節是可以做到一個前後踢 沒有問題 然後呢 後腳當然就不用講了 身體是可以像這樣做一個公區的 這是一個變形結構的反揮 一樣是齒輪關節 腳類一樣可以做一個前後踢腿 殺尿也沒有問題 然後這一節是可以做到一個前後踢 這是一個變形結構的反揮 尾巴就是剛跟各位講的一二三三節可動 齁 當然 這個玩具啦 它兩個 你講出來就算了 這東西它 兩個地方它可以合體 當然合體就會使用到這個 中間合體的本體配件 那當然 不囉嗦 我們就直接進入這款東西的一個變形合體吧 那變形合體呢 剛剛也看到 我在變形的時候 有不小心把它的一個零件弄到掉出來 沒有錯 這款在變形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 你把這個卡扣解開之後 是可以像這樣把它分開的 這裡跟這裡是一個卡扣的連結裝置 煮下去之後是很穩不會掉的 那如果你要把它拆起來呢 就把它拔起來就可以了 這是很輕鬆的 不用擔心壞掉 這裡很結實 拔起來之後 這個地方 頭的地方 我們把它翻成直的 這個腿的地方 我們像這樣子把它打平之後 做一個旋轉 不用旋轉 不用旋轉 打平 打平之後 兩邊左右給它合起來 像這樣子 左右合起來 合起來之後 這邊的這個地方 把它向前凹 稍微給它折疊一下 讓它變成像這個樣子 這個就會變成它在 變形成就是 裝甲時候的一個 手指頭的一個裝飾 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呢 你可以把它翻出來 它就變成機器人型態的大拇指 當然 這邊把它翻成這樣子 變直的 那這個地方 你就可想而知 它就是 你像鏡頭前面看到的 左手 其實是左手 左手 然後呢 這一隻才是 另外一隻 會變成它的右手 然後這邊 再變成它的另外一個部件之前 你要把這裡收起來 收起來 兩隻腳都收起來 尾巴抽掉 放旁邊 身體這邊裡面 你會看到有一個可以翻出來的東西 這邊手指頭可以把它摳出來 卡一下把它固定住之後 這一節可以再翻出來 沒有錯 這就是變成機器人型態的一個腳 然後這隻就會變成右腳 所以你會看到它組合起來 是變成右腳 左手 是一個對稱的 就一個X 構想是還不錯 然後這兩邊 因為它的變形都一樣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 搖一搖 讓它變成它的兩個零件 就好了好不好 我們就不用再變了 來搖一搖 搖一搖之後呢 就會變成這兩個部件 一樣是變成它的左腳 右手 這樣子 左腳右手 就各位看到的 它最後會變成像 各位看到這個樣子 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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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稍微把它往上推一點點 因為你這個一定要翻起來這塊才能推 不然會凹壞掉 然後上上推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把它從這裡把它翻出來 你沒有翻之前這邊是卡住的 推不出來的 推出來之後呢翻出來 這就變成機器人型態時候的腳 那這邊看到有一個滑槽 可以把它往後推 讓它變成在身體的中間 稍微往左右開一點點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旁邊這邊這一塊 可以把它拉下來 拉下來之前呢 你可以把身體先往上推 像這樣推上去之後呢 它的一些細縫就會跑出來 你不用在那邊扣半天 旁邊給它HANDOKEY 像這樣子 這個旁邊 裝甲的部分就會翻出來 然後裙甲的地方呢 向下給它翻轉 這樣 然後接下來呢 上面這個上蓋 左右給它翻開 左右翻開 你就會看到這個 這個獅王的頭會在這裡 然後獅王的頭 這邊可以把它向前翻折 翻折之後呢 它旁邊這兩個中矛的地方 就會 臉頰的地方就會 滾起來 你要收進去的時候呢 不要硬推 推不進去 你要把中矛的地方 往左右壓 再收 這個你要記得 你在把玩的時候 記得再這樣翻出來之後呢 它這邊會彈起來 會扣住 你要收 只要把它收進去就好 不要硬推 絕對會拚 OK 那你會看到 它這邊有一個灰色的東西 沒有錯 這地方稍微把它往上 拉 往上拉 這邊是一個斜的勾槽 你知道往上拉 它會自己這樣斜斜的開上來 然後上來之後 這邊有一個卡扣 你就把它上來之後 跟這個卡扣做結合 它就會固定住 那這款 雷霆絲王的頭 就會跑出來了 你是不是覺得好像少了點什麼 沒有錯 它裡面剛有一個頭盔的零件 對不對 這時候 盾牌這邊有一個頭盔的零件 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這個頭盔 它是左右像這樣組合起來的 那這時候 你就是要看到有卡扣跟卡扣 這個凸點 就是對應到它頭後面有一個凹點 給它組下去之後 頭盔給它戴上去 它就像一個 中國的那種 將軍的那種頭盔 中國風格的那種將軍頭盔 其實說中國還是有點韓風 韓國風格 那當然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兩個卡扣 就是把它的腿 依照左右腳先給它組下去 像這樣子 我們先給它組下去 等一下再把鏡頭拉高給各位看 組下去之後 你會看到它的大小 根本就是已經 超越這個鏡頭的大小了對不對 沒有錯 玩具往上推 然後會看到 它合起之後身高就像這個樣子 這時候 它這個玩具 就是一個地方很好玩 這裡 在組裝進去左手或右手的時候 它會分別先有不同的聲光效果 然後再把左右手組起來之後 它會意識到 這個電腦會判 這個玩具本身會判讀說 它已經完全大合體了 它就像之前我介紹過的那一款 五四合體 美版的五四合體一樣 合體之後會有一個合體的音效 來 直接跟各位介紹 來 先左手 倒下去 看來 這個是它的左手老虎 然後再右手 抱子組了下去 用不同的音效 然後再合體做一個合體音效 聽喔 是不是很厲害 你看 合體還有合體的專屬音效 那經過了剛剛幾個簡單的步驟的合體之後呢 這款 雷霆師王就變形 合體完成了 當然呢 它也要一個它附屬的武器嘛對不對 剛剛拆下來的尾巴 它左右手的 左右條的尾巴 這時候尾巴你就要把它分成直的 這樣把它分成直的 這樣翻成直的之後呢 這邊你看到一個紅色的零件 翻出來 這會變成它的武器的尖端 兩邊都一樣 翻出來之後呢 你看到左右各有卡扣 有口有洞有洞有凸碼 給它組下去這樣子一起 組合起來 它就會變成 會變成 一直像這樣子的一個武器 這就是它的一個 雷霆師王的一個將軍劍 只有帥而已 當然也是一個很中國風格的劍 這個武器 那武器呢當然 我們要給它插在左手或右手 可是這支它設計的地方 有一個地方很靠腰的是呢 我不知道韓國人是不是都是左撇子 它的盾牌呢 是放在右手 可是它的拿劍是用左手拿 不應該是反過來這樣子嗎 不知道 不知道啦 看韓國人到底是怎麼處理 這邊有一個卡口 對應到它這邊這個凹槽 那你把它組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像這樣固定住了 盾牌 然後武器就給它拿在它的手上 像這樣子給它插下去 就是 那合體之後呢它的造型 就像各位鏡頭上看到這個樣子 我只能說啦 真的帥氣 帥到不少不少 真的帥到不少不少 那這支東西它最厲害的是呢 它合體之後 除了剛剛各位聽到 左手右手 然後跟大合體慢動作 不是大合體之後的一個 聲光效果之外呢 它本身合體之後 有合體之後的聲光效果 又是不一樣的喔 各位聽它 還蠻多組的哈 我們拉近一點 各位先聽聲光效果 我再來跟各位介紹它的 烙賽可動 來開始 合體之後開始喔 一樣這顆按下去 一樣這顆按下去 第一種再來 第二種 第三種 第四種 第四種 應該是第五種 它應該沒有意外 應該只有五種音效啦 四種 大概四種到五種的音效 其實我也聽不太出來 因為我不懂韓國話怎麼講 那大概聽起來就像是這樣 有四種到五種的一個語音效果 那所以這個騙小孩子 其實真的還蠻厲害的啦 小孩子真的有這個東西怪的 那側面看呢 其實沒有什麼大背包 非常的漂亮 整個是長得很好 那背面看 這更不用講了 整個就是 完全就是美背 那除了這邊的變形 比較浪康之外 當然是為了一個 強調它變形結構 必須要做的犧牲之外 那基本上好啦 就像這樣 就是一個 因為是韓國玩具 就是韓國將軍的一個造型 那當然 可動度就是它繞賽的地方 頭沒辦法左右旋轉 只是可惜 肩膀 當然 齒輪關節可以發平365度 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呢 橫向呢 就是只能上這邊 稍微拉 它橫向的關節是開在這裡 或是這裡 這個變形結構的關節 幹怎麼要一直收 它只能開到像這樣子打開 會非常的奇怪 各位看到 非常的奇怪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也是給小朋友的啦 所以啦 然後 這邊呢 是可以額外有一節可以旋轉的關節 但是呢 這樣手看它就像閃電一樣 非常的奇怪 所以這一節呢 我是建議各位就不要去動它了 所以它的手只能這樣 前後基本很G1式的可動 鋼爪的地方呢 在變形是變形像這樣子 當然你可以不用鋼爪 把鋼爪收起來也是可以 只是這樣變形起來會變得很難看 好 鋼爪 好 好 那劍的拿齒呢 它是像這樣有點 往內偏的 好 我試過的時候 它實際上它手沒有辦法整個用到最平 好 這是還蠻可惜的啦 好 那手的可動就大概就像這樣子 只能就是一個很基本很簡單的可動 好 那腰當然是剛剛各位看到沒有腰轉關節嘛 對不對 那腰這邊是做成死的 就是一個拉伸而已 好 那當然 讓我覺得稍微有點安慰的地方 好 這邊把它打開一點 稍微讓我覺得有點安慰的地方是這一隻的下半身的活動稍微好一點點齁 這邊裙甲打開的時候呢 腿可以做到一個前踢腿 跟後踢腿沒有問題齁 前後踢腿沒有問題齁 那可惜的是呢 它的膝蓋的地方呢 是坐在這裡 剛變形結構了 所以它的膝蓋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感覺大腿比較長 小腿比較短 所以它的彎曲會變成像這樣 好 那就看起來會還蠻奇怪的 不過 如果你能接受的話 當然你的小朋友審美觀能接受的話 當然這次是OK的啦 我又講了關鍵字了 這支影片可能又會變成 兒童頻道了 哈哈 沒關係啦 好像就像這樣子 然後腳趾當然是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左右洞的 它就是這樣這樣子做死的 不過它的腳這邊有做到一個橫的斜斜的 這樣做一個貼地的造型 所以你可以穩穩的站在這裡 這樣站著 當然 它就是一個戰師嘛 對不對 站在那邊看很遠遠 當然 玩的話呢 就是給小孩子玩 小孩子會玩得很爽 但是大人可能 感覺不出故中的奧妙啦 那當然為什麼會買這一款呢 當然只是因為說 我想試試看這支到底變形結構有沒有很厲害啦 所以我才去買的 那確實是還不錯 以一個韓國玩具的水準來說啦 它就是有一個算還不錯的一個合體結構 變形是真的沒什麼 就是一個合體結構很厲害 然後呢還有一個 搭配一個還不賴的聲光效果 那你這個玩具感覺就是很充實 那 至於這支可不可以跟其他支合體 我是還不知道啦 因為我沒有買其他支 就是這一支而已 當然我只是為了要玩這一個東西 那好不好真的就見仁見智 你們各位這樣看覺得 O不OK OK的話你就去買吧 那如果不OK的話呢 就是next跳過就好了 看一看就好了 那今天這支機甲超獸王的雷霆斯王呢 就介紹到這裡了 那就不要熱力巴攝一大堆了 如果你喜歡 就自己上網去找 那如果不喜歡 就看看就好 那我覺得我介紹的影片還不賴 就幫我點個讚 然後記得分享轉發 讓大家都跟你一樣 每個人都可以看看 笑一笑 如果介紹的像賽 那就點個這樣子 也沒有關係 下面這邊可以點這樣 也可以點這樣 下輪你了 下輪就算了 沒關係啦 人生不如意 有十之八九 不小心撞到玩具 讓它飛出去 掉下去也剛好而已 反正這個東西 很硬 不脆弱 玩不壞 也在在證明了它的強度 OK啦 那當然 如果覺得不好的話呢 它有一個這樣子 跟這樣子可以點 你就自己去選擇 你想點什麼 都沒關係 看影片不用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那當然這支 如果它下面 它又被變成 又被油管變成另外一個性質的頻道 你不能留言的時候 沒關係 你可以在我任何一個影片 或是 在我的FB粉絲團裡面 還做留言 我們來一個互動 也是沒問題的 當然FB粉絲團在哪裡 自己點 那個簡介裡面去找 那如果你是手機版的話 手機版的 很直向的 右上角這邊 一樣可以找到 賣場 跟 粉絲專頁 我都放在連結 自己去看 不要當一個懶惰的人 好不好 OK 那今天這支就介紹到這裡了 謝謝各位 撈拉